经常会碰到一些网友啊或者是朋友啊会跟我讲说 哎合成上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未来的预测吧 我说预测不敢说吧 但是我可以给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那其实这一集我之前想做很久了 因为有一些很不错的数据也出来了之后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关于这个通货膨胀inflation 其实前些日子已经出了报告了 那这个上个月的inflation呢再一次下调到4.23的样子了 所以说已经很低了 再往上个月是5点多 再之前6点多啊 所以说现在已经逐步的放缓了 那我觉得其实主要影响这个利率呢 就是两方面 一个呢是实际的一个需求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种政治的作秀 那么我觉得现在因为你的利率在不断的下调 从政治的角度 不管美国怎么涨 那加拿大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再涨了 因为你如果再继续涨的话 那么民怨很高 那你可能就不太能在你的 就是那些这个什么什么各种手下 那你可能就不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的那么稳固了 所以从各方面的考虑 我觉得利率是不会再往上涨了 那根据地产局的和这个房贷局的一些预估呢 在明年年初房利率就会有所有所下降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应该已经达到了一个 基本上可以说最终的谷底了 当然了你如果想那个时候再抄底 那肯定不是一句话 一个晚上就可以买到房子的 毕竟你还需要找嘛 那现在拿出来的房子也很少嘛 所以是大概这么意思吧 但是大概其实也要需要警觉一下 因为我毕竟是做分析的 那分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要研究 它虽然inflation降低了 就是通货膨胀降低了 但是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它降低 或者说哪些因素还是持续的很高 那这个地方你需要非常注意 在这点有两点大家需要注意 一个就是持续的物价 就是我们平时吃喝的这些物价 它还是居高不下的 而且还是非常高 再有一个就是借款利率 贷款利率依然很高 那这两方面目前来说是降不下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两点刨除了 那基本上现在的通货膨胀 可以说也已经三点几了 所以说这些呢还是可能会造成 未来是不是会继续通货膨胀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点吧 因为毕竟民以食为天 我们天天出去吃喝 我们能看到超市里的面包多少钱 或者是酒店里的这个酒多少钱 大家知道BC省的这个酒 这个税率又涨了 在这里我要吐槽一下 这个很多这个贵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车啊什么的 像BC省的省税能达到20% 你能想象吗 比如说你想买一辆20万的超跑 你光税就要交4万块钱 PSD就省税就要交4万块钱 可以说非常的丧心 诶4万吗 对4万块钱非常的丧心病狂 这吹远了 所以说其实在整个的这个通货膨胀里面 有很多的元素 那每一个元素其实都要考虑清楚 他有没有可能会对我们未来造成一定的困扰 或者是一定的风向标吧 所以这些其实都要考虑 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觉得通货膨胀对于往下走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 包括很多政府的官员 或者是私企我觉得还好 政府官员我觉得现在基本上 可能都会有一个7%到8%的一个工资上调 虽然最近他们在开始罢工 但是这个罢工嘛 我觉得作为一个来这20多年的人来说 罢工太简太正常不过了 我刚来那年好像就教师罢工 公车罢工 每一年反正都会有一些人罢工了 这个不是什么稀奇事 可能你如果在这边待的时间不久 可能你会觉得还挺新鲜的 或者说哇世界末日了 这其实还好轮番的罢工习惯就好了 总而言之吧 像这个通货膨胀持续的走低 将来利息也会向下走 世界纷扰也会越来越少 总之吧希望世界越来越好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不定不在 拜拜